关于中国在东东决散集中营和任意逮捕的新信息不断出现 据报道,在加士县一个有504人口的社区中 有42人入狱,123人在集中营居留 根据2018年6月获得的一份文件 加士县克兹里波一乡库尔干村第一社区有98个家庭和504名居民 其中42人被监禁,123人被带到集中营 据估计,该村中约有294人被监禁,861人在集中营居留 根据数据,观察者声称 就在由10个县和一个城市组成的喀什地区 将近30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中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中国与加拿大建交50年之际 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到 中国在境内任意逮捕外国公民,压迫香港 并把大量的少数民族穆斯林送到在教营 都无助两国的外交关系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二警告中国 协迫式外交,在香港实施的镇压措施 以及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拘押 对中国自身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都适得其反 10月13日是加拿大与中国建交50周年 特鲁多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发出上述警告 他在谈及这段外交关系时 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历来的所作所为 特鲁多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仍将全力与盟友合作 确保中国的胁迫式外交 任意拘留两名加拿大公民 以及其他国家公民的行事方式 不会成为他们眼中的成功策略 针对美国警告金融机构 不要与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往来一事 中国外交部表示 如果美国坚持走错误的道路 中国将采取反制 美国国务院14日发布首个香港制裁报告 内容点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 实名官员损害香港自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里坚 周四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做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应纠正自身错误并停止干预 美国国务院周三正式警告称 已被认为对镇压香港民主负有责任的 个人有业务往来的国际金融机构可能面临制裁 美国国务院周三根据香港自治法案的要求 提交首份报告给美国国会 一艘美军军舰由南向美航经台湾海峡 这是美国军舰今年第十次通过台湾海峡 对此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崇辉表示 解放军全程对美国军舰监控 并表示美国频频向台独施力发出错误信号 严重破坏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警告美方停止在台海地区滋事 美国太平洋舰队表示 被锐号根据国际法与十四日航经台湾海峡 这也是表明美国对于印太区域自由与开放的承诺 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飞行与航行 有报道间接指出 有些中国港口被告知不再接受 从欧大利亚进口的热力煤和精致用煤 欧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博明汉说 政府正在与欧大利亚工业界讨论这一问题 专家指出 中国采取行动的因素之一 是欧大利亚对中国的政治立场 2018年欧大利亚禁止中国的华为 参与其5G宽带网络建设 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出现恶化 今年早些时候 欧大利亚呼吁对在中国最早出现的 武汉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 更进一步冲农了北京政府